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与车有关 现在的车呢 几乎都有这个倒车内达和这个或者是倒车影像 就算原厂不带的呢 我们现在车主呢 喜欢买车之后 回家自己也会加装 因为这个功能呢 实在是太实用了 如果是倒车内达和倒车影像配合起来呢 那是更加的好用 那么你知道在倒车影像里边 那几根线都分别代表的距离是多少吗 首先 倒车雷达的高度是有要求的 不是随便找个位置装上就行了 如果安装车头位置的雷达呢 是要距离地面45到55厘米 车后的雷达呢 是50到60厘米 如果安装的太低 有可能就会因为探测到地面而发生误报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 在倒车影像的显示里面呢 会有这样的几根线 如果你倒车的时候 有障碍物进入了你这些线的范围 雷达呢 就会发出报警的声音 在一些比较拥挤的停车场里呢 我们需要看到这些线来进行比较极限的停车 那这些线都是分别代表多少距离呢 当我们倒车的时候 距离障碍物多远 这些雷达才会报警呢 我们给大家来测量一下 当雷达开始报警的时候 我们的车距离后边的车呢 是80公分左右 当进入第一个方框的时候 距离后车呢 是30公分左右 当后面的车在我们的最后一个方框的时候呢 大约是10公分左右 也就是说 当你倒车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大约有10公分左右的距离 如果你这个时候还需要我们继续往后倒的话 您呢 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做到心中有数了 好了 这样来看呢 倒车影像和倒车里达还是比较实用的 我在这里建议大家没有装的 去给自己的汽车装一个 我们本期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车响 稍等 我们的油道 我们下巴 点赞 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